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摩晨 爸 你醒了 慢着 爸 我非常感谢你父亲当年的执着 要不然在我醒来的这一刻 低爱早已经就不存在了 低爱是我的原创 如果没有你爸爸的经营 和你承接低爱上市的目标 低爱可能早就不存在了 低爱有着我和你父亲的心血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毁在我错误的执念里 所以 微笑 叙叔有个不情之情 请你挽救低爱 徐叔 其实我 徐叔有个希望 希望能够在我有生之年 看到低爱有新的开始 就当 就当替我还你父亲一个道歉 是 王总 这是关于DI并购案的最新修令板 好 给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对 我也曾经想过 切断和低爱所有的一切 直到墨尘来找我 我才发现 我永远都忘不了 我们三个曾经为DI所努力的一切 虽然很艰辛 虽然很艰辛 却充满了希望跟激情 墨尘所犯的错 并不是出于他的私心 他跟你一样 都背负着父辈 强加的使命 他不得不去执行 我不想当个说客 说服你重回DI 我是想让你问问自己 你真的放得下我们三个的曾经吗 我知道 你不想看见我 你可以给我五分钟吗 我为了替我父亲出这口气 夺回DI的主导权 我用了最卑劣的手法 害你失去了这一切 也害得DI陷入被雨薇并购的危机 我不想DI毁在我的手里 所以我想请你回来 重掌总裁的位置 让戏目顺利发表 我不想再介入DI的任何事 温笑 你一定要帮我 只要能阻止DI不被雨薇吞辟 我愿意将我手中 所有DI的股份赔偿你 赔偿你一切的损失 我只是想保住DI这个名字 莫辰 我并不在乎我失去了DI 我也不恨你 我只是不想再犯我父亲之前 犯过的错了 温笑 如果你还是无法解除 心头之恨的话 我就站在这里让你打 打到你消气为止 我不能因为我的子嗣 辜负所有人的期望 你们是让我重返DI的最大支柱 你们是让我重返DI的最大支柱 我原以为只是你的野心 你的欲望 但我最近突然发现 这也许 是因为你的愧疚 爸 对不起 这么久没来看你 我今天来 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 许叔他醒了 你终于可以安心了 我知道你跟许叔一样 你们都希望DI能够长远发展 可是我又何尝不是呢 我之前一直恐惧 我害怕 放弃了今天新的开始回到DI 却什么忙也帮不上 我还害怕 会犯下你之前犯过的错 直到许叔醒了前几天来找我 跟我说了很多 我才明白 爸 DI也是你的 你会保佑我们的对吧 你放心 我和墨城还有灵珊 一定会竭尽全力 保住DI 文霄 你可要想清楚 如果这次 你打算停下私人定制的事情 去帮助DI集团 那你能走的路就只有一条 信木你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要知道 这可是赌上了萧氏光年的私人定制 如果信木成功 那后面的私人定制自然也就顺风顺水 可一旦信木失败 私人定制计划的路 也会变得很难走 毕竟投资人都不是傻子 武肖谢谢你啊 为我考虑这么多 我既然已经做好了我的决定 我就一定会走到最后 哪怕希望微乎其微 武肖 至于之前的损失 你先别想这些 我所需要的根本就不是你的补偿 你现在要考虑的 不是我 是你自己 原来 我决定回迪爱了 暂缓私人定制计划 我会去实现我父亲的承诺 好 我尊重你的决定 但是我一个人回去做不到 我还需要你 文董 我正要过去找您呢 刚才打了几个电话都占线 您挺忙的是吧 要不就明天 还真是不凑巧 我现在正在澳洲呢 突然有一些急事要忙 这你说吧 这一时半会儿的我也回不去 那么等我回国之后呢 我再联系您 文董 您前两天不是在国内吗 怎么突然就去了 去澳洲了 事出突然嘛 这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这样子吧 我事情一忙完 我立刻回国 等回国之后再跟你联系 好吧 那就这样 文少博这只老狐狸 怎么突然去澳洲了 分明是在故意夺悟 这件事不能再多了 喂 徐总裁 我需要了解一下 关于姓母的进度 喂 好 我准备一下就过去 丁总 迪埃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在我手上 如果您想挽救迪埃 这是个机会 事后我再向您解释 好 现在姓母已经进入到了定稿阶段 样衣主要分为批量款和限量款两大类 限量款为纯手工之所 部分细节呢 还在加工感制当中 姓母还是以中性为主格 让服装不受年龄和性别的局限 用简单的几何美学和不同的肌理面料组合 并弃多余的装饰 在欧美的设计中加入中式元素 从而展现出来另外一种美学的效果 目前 我们有两个系列要展示出来 一个是灵溪 另外一个是折纸 至于时装发布会的地点呢 有三个待选 待我们实地考察 面谈之后 徐总 你有没有考虑过预算的问题 最近的预算报表已经出来了 严重超值 山减预算是在必行 丁总 你是会来拯救姓母的吧 还麻烦你帮我刷一下卡 当然 我也知道 文董是站在你们的立场上 用夺我的方式来避开删减预算的问题 刚才你们所说的一切 也都是在逃避这个问题 预算的事情 我能解决 丁文孝先生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已经离开DI了 当然 离开原因我暂且不说 就现在而言 你以什么样的身份 来介入此事呢 你毕竟不是我们DI的人 如果设计稿在外泄怎么办 许莫辰 雨薇收购DI 势在必行 王总 我觉得雨薇并购不了DI 现在 连一个前台的人都可以介入此事了 天启集团已经收购了DI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鲁长威 没错 他就是我父亲 所以丁文孝先生 仅代表我这个股东介入这件事情 只要他认可你的预送方案 并且能够完成的话 我举双手赞成 许总 我想 你应该是站在我这边的吧 那好 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 那么丁文孝先生 代表我 协助许总继续完成心目计划 来来哪 我的计划失败了 丁文孝重返DI 掌管了心目 丁文孝不是已经失去DI的股权了吗 怎么还能接管这个项目呢 之前股东所释出的股权 被天启集团的陆长威所收购 他的女儿陆青竟然在DI做前台 他委任丁文孝 来代表天启集团 接管心目 并同意 在删减预算情况下 继续完成心目 在删减预算的情况下完成项目 丁文孝有这个本事吗 不要小看了丁文孝这个小子 丁文孝已经回到了DI 他也制止了王希泽的阴谋 并且承诺在删减预算的情况下完成心目 这对丁文孝而言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我们一定要尽全力地帮助他 让心目成功 我会的 文董 丁总 你一定很好奇 我这个天启集团的千金 怎么会到DI做前台呢 的确 说实话 我想摆脱我那个大名鼎鼎的父亲 我一毕业 完全没有工作经验 就被当一个总经理 这个职位我并不愿意 但是以你的学历 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你不觉得在DI当个前台 有些趣才了吗 我并不觉得呀 职业并不分高低贵贱 而且当公司的前台 可以看清职场上的人生百态 那我就很想知道了 你在DI这么些年 都看到什么了 就比如说丁总你 之前为了DI上市 你总是身锁眉头 完全没有笑容 而且处理公司上的事情 你也非常地强硬果断 员工们见到你都很害怕 直到炎夏的出现 你才有所改变的 别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而我全都看在眼里 丁总 你刚刚是笑了吗 有吗 其实你笑起来挺迷人的 欢迎光临 声音还OK 脸笑这么僵 一看就是假笑 好 好 凤九松笑一个 笑 的确 炎夏的那种不争 和坚毅的精神 确实触动到我了 而牧总监呢 因为对你在感情上有所执念 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拒绝了包容接纳炎夏的设计 你为什么要剽窃炎夏的设计 卖给雨薇 我只是以齐人之道 还着齐人之身而已 炎夏根本代替不了我 失去我 敌爱上不了诗 我不会让任何人摧毁敌爱的上诗 哪怕是失去我 你也不在乎 这是两码事 你不该剽窃炎夏的设计 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件事 你张口闭口都是炎夏 你把我摆在哪儿 为什么你唯独对那个炎夏放不下 他的设计比我好吗 还是你只是在利用我 现在利用完了 觉得我没价值了 就想一脚把我踹开 丁文啸 失去的 我都会要回来 去修正自己的缺失 但是这一次 牧总监能重新回敌爱 就明显已经放下了之前的执念 不错 观察得很仔细 至于许墨尘 虽然做了伤害迪爱的事情 但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坏人 因为他对感情始终如一 对于迪爱 他也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不然他也不会阻止王希泽 并购迪爱的 看来你才是最了解迪爱的人 在迪爱的这几年 见证了迪爱的风风雨雨 但我依然觉得 迪爱是一家有心意的公司 这里呢 拥有年轻人的活力 和实现梦想的动力 不像我父亲的公司 冷冰冰的 诸有制度 不情 还是要谢谢你 这个谢谢我接受 但 对于天启集团的投资 丁总 你还是要给我父亲一个交代 至于我的工作嘛 我希望 不要有任何变动 没问题 接下来 就看你如何完成西木计划了 喂 妈 元夏 你们私人定制的进度 到哪儿了呀 你和文笑不要因为工作 就忘记了吃饭呢 私人定制暂缓执行了 文笑回迪爱了 什么 文笑回迪爱了 你们是不是又闹什么矛盾了 你想多了 我们没事儿 真没事儿啊 你别骗妈啊 我没骗你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等我有时间再跟你解释吧 我先挂了啊 喂 喂 哎哟 这俩孩子又搞什么名堂 我先给你解释了 我先说不定了 我先去解释了 你不然我先去解释了 我先去解释了 我先去解释了 解决了迭埃的问题 私人定制一定会执行 万一解决不了呢 是不是私人定制 一块搭进去 我相信温孝 你们是彼此相信 那我呢 我来来回回失信于人 谁还相信我呀 言东 我不想再听你们解释了 私人定制计划我不干了 我不想做没有诚信的人 言东 言东 莫辰 在信幕还没有完成 设计的前提下 就邀请你支付海外 宣传的费用 你有去了解过 艾雷娜是通过什么方式 宣传信幕的吗 合作的广告公司 又是哪一家 你看过企划和方案吗 合约你签了没有 我当时和艾雷娜 也只是口头上难过 没有签订任何合同 但是我太心急了 就交代朱琪 将款项打给艾雷娜 这件事情是你和艾雷娜 单独聊的 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 是王希泽通过文董 要求过文这件事的吧 那就说明艾雷娜和王希泽 肯定有猫腻 我曾经利用过艾雷娜 让她发表过灵珊的设计 她想和灵珊合作 但灵珊不同意 但灵珊不同意 你好 我是Luz的亚洲区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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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Luz的亚洲区域代表 我们没有剽窃 可能是公司的设计理念 跟牧总监比较相似 牧总监 相信您也了解 我们品牌的设计 而您的绝大部分设计 和我们的品牌 非常地相似 我们Luz 进军每个国家 都会邀请当地知名的 设计师加入 这次进军中国 有您的加入 我们倍感荣幸 您看一下合同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希望可以 跟您长期合作 这份合同 我是不会签的 当时我就转向了 雨薇的王希泽 凌珊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雨薇集团的王总 牧总监 久仰大名 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 直接进入主题吧 爽快 王总呢 想在旗下建了一个 新的独立品牌工作室 资金由王总全去负责 但所有在经营管理上的事物 都由你来负责 充分赋予你 在创造上的贡献 但唯一的条件就是 打败迪爱下一季的新品 让凌珊成功地 跟王希泽合作 打击迪爱的销售 迫使你离开 诸位董事 迪爱今天所有的困境 都是由我造成的 我答应过的事情 也一定会执行 今天我就会完成 所有股权的交接事宜 并向董事会正式提出辞职 至于我手上的相关业务 也已经整理成策 随时可以交接 诸位董事 谢谢你们对我父亲的信任 我的父亲并没有欺骗大家 实在是因为我的能力不足 在这里 我向各位道歉 在我主导了迪爱之后 就舍弃了和王希泽的合作 莫辰啊 我们应该乘胜追击啊 是不是应该先规划一下 下一季的新品计划 王总 我现在已经担任了 迪爱总裁一职 我想 那当然好了 迪爱可以跟我们谈合作了 迪爱想上市 最快的方法就是 跟我们谈并购 王总 我想你会错意了 就算迪爱要上市 那也是独立上市 是不可能被与为兵购的 现在莫总监已经回到了迪爱 迪爱现在也正处于 积极开发属于 莫总监的个人品牌 所以王总 以后可能没有办法 跟你合作了 许光辰 你是在利用我 我们只不过 各取所需 王总 商场上只有利益而已 没有利用 没那么简单 一定是他们记恨于我 所以在连起手来对付我 想搞垮迪爱 也不全是 王希泽想要并购迪爱 并非要搞垮 也是想借由迪爱 完成与为的上市 那么删减信目预算 就是王希泽主导迪爱的手段 至于艾琳娜海外宣传的部分 就是完成王希泽 删减预算的重要契机 温乡 在删减预算的情况下 信目真的可以完成吗 现在就算不可能 也要变成可能 莫尘 你帮我召集一下各部门主管 我想跟他们单独聊聊 没了私人定制 我的全途也星光暗淡了 我就不明白了 这言下跟丁文笑脑子 到底在想什么呢 自己的事业不好而干 进去搅和彼人的事 你别抱怨了 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 我们也不能勉强别人是吧 可是我们终归 要有一个正当职业吧 你不可能做一辈子网红 我也不可能一生 就只做一个快递小弟吧 那万一 多出来个儿子或者女儿 生活怎么过呀 传道桥头自然直 顺其自然吧 你就别烦了 我是男人 就必须扛起这个责任 我能不烦吗 要不 我们再去说服说服言下 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万一他在做谈判 我给他打电话 不是打扰他了吗 还是等他回来之后再说吧 郑经理 我知道 在我之前管理Di的时候 给你们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在这里我跟你道歉 现在Di上市就差临门一角 而我们目前面临着要删减预算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 你追随我父亲已经很多年了 虽然我父亲已经不在了 你却还留在Di 我相信Di在你心里是有位置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 一起完成戏目 完成Di的上市 对于你们的付出 我也会向董事会提交申请 争取你们的权利 只要Di能上市成功 将会将Di的一部分股权分给大家 让Di成为所有员工的 想要不被淘汰 消逝光年就一定要将私人定制计划 执行下去 仁煦 我们只是暂缓私人定制 并没有说不执行 要做就尽快做 你干嘛暂缓呢 可是文校必须先完成戏目 才能执行私人定制 那为什么不想完成私人定制 再去弄弄弄那个什么心目呢 陈旭 你会笑人家那么做 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啊 什么道理啊 你想说许莫辰是吧 那许莫辰就是活该 跌倒了就是他报应 陈旭 你别想替他解释啊 一提他我就来起 许莫辰会这么做是因为 关于许莫辰的任何事我不想听 你甭想为他解释 还干嘛干嘛 陈旭 言下 你别生陈旭的气啊 那先这样 咱们有事再联系啊 我说你 别一提许莫辰就来气好不好 不好 我就小心眼 我就没度量行不行 我知道 你是在气他不该欺骗我 但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他不是那样对我的话 我能跟你在一起吗 没有他 你也一定会跟我在一起 根本不需要他欺负你 谁欺负你都不行 谁欺负你都不行 我知道 你对我好 既既然知道我对你好 就以后就别在我面前提他 嗯 好了 莫辰 你知道文啸这次为了回来帮你 他和阎夏做了多大的牺牲吗 阎夏将他的私人定制设计稿 全部提供给了信木 文啸也暂停了私人定制的计划 更对不住他们的投资方 未来信木不管成功与否 这份情 你一定都要永远记住 我知道 我和我夫妻欺文啸得太多了 喂 河辈 有件事要请你帮忙 没什么麻烦哪 什么事 帮我调查一个人 具体时间我再通知你 是 这是 皆さん 我想请你帮我联系一下阿联希 以你个人的名义 没问题 好 联系好之后时间第二点告诉我 我现在就去办 喂 艾琳娜 徐总 你这个大忙人 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 现在丁文校已经接替了我的位置 我空行得很 明天你有空吗 我有点事想找你聊一下 好啊 那就约好时间 明天上午十点 OK 明天见 这个许墨尘 又想搞什么鬼 林善 西木的最终设计稿确定没 西木的设计稿还没有确定 但是我选择以言下的设计稿为主 我的为辅 如果蔡宁今天筛选出来的话 我连夜加班 应该明天就能完成了 OK 那等设计稿订稿之后 我们再确定一下面料 还有代工厂商 约好了 明天十点 好时 蔡宁 沿下的设计稿筛选完了吗 下班之前 一定叫到你手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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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闻乔 明天十点 好时 目标爱恋呢 好 为了顺利完成新木 我不能放弃任何机会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沐总监 这是筛选完的设计稿 辛苦你了蔡宁 凌参 怎么这么着急 沿下的设计稿已经筛选出来了 我今天晚上要连夜赶出修改稿 明天要和文孝去确定 材质面料跟代工厂商 那我送你去吧 麻烦你了 看来他们两个才是最合适的 哎哟这孩子怎么这么大的气呀 能不气吗 为了解这私人定制 我把朋友都得罪光了 你姐和文孝这么做 一定有他们的理由和原因的 妈 你别替他说好话了行吗 为了这私人定制 我把朋友都请来 又把他们赶走 来来会会几次了 我现在怎么跟他们做朋友 我都成方杨的小孩了 反正我和他说了 再也不参加什么私人定制了 情况怎么样 爹爱的员工倒是愿意配合 但是以目前的预算 想要达到国际市场的那个层次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那你的意思是 西木要失败了 这也倒未必 所以 现在内优势解决了 只要把外患也搞定 心不就还是有救 你指的外患是什么 海外销售通路 还有国内的高端消费市场 云霞 你明天跟我一起回迪爱吧 设计不需要你 在眼下的设计中 有着中国传统的美 这种美 是经过时间的沉淀 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放下所有的企图和欲望 放下所有的企图和欲望 才发现 这是最近的距离